这个世界对男人是有很强烈的标签 男人不准哭 要勇敢 男人要赚钱 养家活口 男人要出息 外在的成功的扭曲 促使我们一直在追 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奔跑 所以男人很辛苦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要从三个角度来帮助男人 然后突破 男人很害怕没有钱 我要很有钱 我才会快乐才有自由 我觉得我们要突破这个房间 真理告诉我们 你是富足的 因为上帝在基督里 把所有一切给你 并且使你得自由 虽然你现在可能 零几万块 但是你要相信你的神是富足的 可是上帝正在训练我们 你有没有资格被我信任 以至于我把更多的财富 放在你手中 上帝会用你的品格 用你的专业 慢慢地借着你的信心 将恩典倾倒在你的里面 使你无处可拢 福悲满意 聪明的女人 如果你在婚姻里面 千万不要取笑你的男人 不要不尊敬你的男人 男人害怕没有地位 我们要回到上帝教导我们的 男人不要害怕你没有地位 你不是Nobody 你是上帝 特别 何准 来到这个地上 在基督耶稣里面 You are somebody 你是祂的儿子 在上帝的眼中 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样动的 教会更应该去坚持这个事情 大家都一样 大家有大家的位置 大家有大家去经营的 为了完成大使命 女人需要回忆 就是你不要成为魔鬼的工具 摧毁上帝的器皿 你要成为上帝创造的 helper 帮助上帝的器皿 完成上帝给他的 托付跟使命 男朋友很害怕 男朋友害怕没有 知名 你知道在研究里面 现在的男人 网路成瘾的比例 远远高过女人 而且不只是电动玩具 还有 色情片 那当然如果有更厉害的 他就是直接找 另外一个对象 在不对的关系里面 找到那个蛮 所以就有所谓的 你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男人其实是需要一个 被认可 被满足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 中斗 好久不见 那外面女人都知道 结婚的女人都不知道 其实男人需要的是 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谈话 理解他的痛苦 包容他所有一切 然后继续尊敬他的女人 往往结婚久了 在一起久了 就会看见他所有的缺点 我们就忘记 这是上帝 拣选给你的男人 你就忘记你要尊敬他 以至于这个男生 越来越萎靡 越来越躲避 之后他可能就消失了 在婚庭里面的女人 常常为你的男人祷告 祝啊 祝福我的男人成为你的儿子 千万不要取笑你的男人 不要不尊敬你的男人 祝福他成为富足的 祝福他成为尊贵的 祝福我们的关系 是甜蜜的 使我们都有满足 单身的姐妹 你要为自己祷告 祝啊 帮助我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女人 以至于当我的男人出现的时候 我可以遇见他 帮助他 男人们 你心中那个空缺 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 因为只有上帝可以满足我们 当你被上帝的真理 被神的爱所满足 你又建立了 跟弟兄美好的关系 你比较不会躲到 那个电动玩具里面 比较不会沉迷在色情里面 你比较可以胜过 那个错误的关系 单身的弟兄们 现在就要认识耶稣基督 自己好好的锻炼自己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成为丰富的 富足的 尊贵的 而且有满足感的男人 以至于当你遇见你的女人的时候 你可以带领他 供应他 而且可以使他快乐